大家好,我是姐姐 之前我有发过一个视频 说我如何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在视频开始的时候 我有介绍过 我小时候是生活在单亲家庭 家里比较穷 靠自己的努力完成了大学学业 在那个视频发出之后没多久 我在评论区就看到了一条留言 一个网友他就说他不相信 他觉得我一个穷孩子 即使大学毕业了 也不可能在上海买得起房子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是如何攒到进入股市的启动资金的 看过我之前视频的网友们都知道 我小时候家里确实很穷 我冬天的衣服 过冬的衣服是要靠别人来接济的 那有句老话就说得好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那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算账 这种算账的金鸣 并不是全国人民说的上海人门槛金 真的是生活所迫 我记得我第一份工作的工资 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 拿到手1500块 公司倒是一家大公司 是一家知名的世界500强的金融公司 但是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 开的工资就只有这些 我每天的伙食费是绝对不会超过10块钱的 我每天晚上回到家之后都是做好了晚饭 然后再做好了第二天的午饭 我很少在单位附近吃饭 因为单位附近吃饭 一顿饭说来也不贵 现在看看也就10块钱 但是想想当时的收入只有1500 9个月之后 我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 我的银行的存折上 就已经有1万块钱的存款了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万块钱 这是有两点原因 第一是当时的物价比较低 第二的话 是我这个人也比较节约 不喜欢高消费 我这人第一不追求名牌 第二也不喜欢打扮到花枝招展的 其实当下最流行的日式的极简主义 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所以投资理财的启动资金 都是要靠自己一点一点攒下来的 没有捷径 大家有没有看过 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呢 想跳出老鼠赛跑 都要付出代价的 天上不会掉馅饼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呢 请点关注加转发 谢谢 拜拜 拜拜